欢迎收看由现代保险杂志七华制作的健康保险 大家谈我是黄秀玲 那我们今天关心什么话题呢 消费这件事情不只是指我们去餐厅吃个饭 或者去买件衣服 其实我们买张保单或者到银行去办一个业务 这个都叫做消费 那后者这个金融消费这一部分 跟我们熟悉的食物上消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也许我不懂布料 但是至少我可以看得到 我可以摸得到 我可以试穿感觉到它合不合我的需要 可是金融消费几乎全部都是五行的商品 五行的服务 再加上现在金融商品 不管是服务的内容或者商品的种类 都越来越复杂 各位应该都有经验 有一些名词连我们听都听不懂 那当然在消费者跟业者中间的这个专业的不对等 或者是对所有事情认知不完全一样的状况 我们用文字递着我们的契约 可是透过人跟人中间表达跟沟通就难免会发生争议 那当我们发生争议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怎么办呢 当我们发生争议对消费者来讲是一件非常伤感情的事情 打官司妈这个传统的方法实在是太劳心又太伤财了 那面对面讨论又各说各话那怎么办呢 那当然最重要是这个时候有一个组织是你最值得信赖的 那就是金融消费评议中心 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这个中心的三位代表 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到底这个中心呢 可以为消费者做什么 最重要是我们寻求这个中心的协助的时候 要不要交钱 还有这个中心帮我们处理的结果呢 它有没有对双方都有拘束力的效力呢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三位来宾 好 第一位呢是主任委员兼总经理卓俊雄 卓主委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评议中心主任委员兼总经理卓俊雄 好 第二位呢是卓俊雄组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财团法人金融消费评议中心评议处陈融盟 评议处主要负责的是受理一些 有关于金融消费者跟金融服务业间 有关于金融消费争议的一些处理 谢谢各位 好 谢谢 第三位呢是许妙金曲副组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教训处副组长许妙金 那教训处主要负责的业务是做一些 包含一些宣导活动 然后跟这个金融消费者做教育宣导 好 谢谢 很多民众呢听过评议中心这个组织啊 但是到底评议中心成立到现在多久 还有假设我们进入到评议中心的网页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申诉 评议啊 那这两者如果以评议中心成立到现在 到底有多少民众透过申诉也好 或者必须到评议这个阶段也好 到底服务了多少客户呢 好 非常感谢主持人给我们这个机会 那评议中心的话是在依据那个民国100年通过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所设立的 那我们设立的年代的话是在101年的1月2号 从101年的1月2号到今年大概6月30号 我们总共受理的申诉案件的话已经超过了4万6千件 评议案件的话已经超过了1万8千件 那当然就依照金巴法的规定的话 整个金融消费分争的处理就叫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就是所谓的申诉阶段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评议阶段 那我大概稍微解释一下这两个阶段的区别 那评议阶段的话的主要的内容的话 我再请我们陈组长帮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消费者遇有金融消费分争的时候 不管你是在刷卡或者是说你买保险甚至存款 那买基金 那最近的话比较常见的像一些证券交易的这些分争也好 只要消费者跟我们的金融业者有分争案件的话 那我们的消费者都可以来我们中心请我们协助 那我们针对金融消费分争的处理程序 主要分成两个程序 一个的话就是申诉程序 那就申诉程序来讲的话 也就是当育有分争的时候 那消费者可以来找我们 也可以直接跟金融业者提出申诉 消费者如果来请我们协助申诉的话 那我们就会有专人协助消费者 然后将他的所诉求的标的 还有诉求的这些类型等等 协助他把它转交给我们的金融业者 我们的金融业者就必须在30天之内 正式的以书面的方式回答给我们的消费者 那30天之内如果没有回复 或者是回复的意见 那这个答案有没有 我们消费者不满意 那消费者就可以来透过我们 或者是直接来找我们都可以 来请我们有没有 来申请所谓的评议 也就是找我们中心 目前有一个评议委员会 有19位 包含我有19位 找我们这19位评议委员 大家来评评理 看看到底是哪方面有没有 有道理 我想针对于评议的程序的话 是不是请我们陈农盟组长有没有 帮各位解释一下 我打个岔您刚提到说消费者可以直接找业者 如果他们找业者那个申诉 那个案件会到你们这边来吗 在统计的时候会进来 到你们这四万五千多件里面吗 目前的话我们中心统计的申诉案件的话 最主要是透过我们去协助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透过主管机关 或者是透过各地的小保管 然后转介过来的 只要是由我们中心负责转介 然后请业者处理的申诉案件才会列入刚才我讲的 所以如果直接找业者解决了就不会到这里面吗 就不会了 我们中心这些资料的话 我们目前的话还没有收集到 好 陈主长 是 主长好 其实陈如刚刚我们主委所提到的 就是目前平均中心这边所处理的范围 那个业务里面其实有包含一项就是我们金融消费争议的处理 那在这一块的处理上 其实我们前面主委提到说要先申诉 就是如果当真的产生进入消费争议的时候 消费者可以直接先跟业者这边进行申诉 或者透过评议中心这边把这个申诉移交给业者去处理 那业者在这个处理完这个申诉结果回复给消费者之后 如果消费者收到这个回复的申诉结果 他不满意的话 他是可以在60天内跟我们评议中心申请评议的 那一开始我们收到这个评议案件的申请的时候 我们会先试着联系双方当事人 看有没有意愿来进行一个调处 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有意愿来进行调处的话 我们会就会协助双方当事人到我们中心来进行一个 争议的一个调解调处 那当如果调处在这个阶段能够把这个分争给解决的话 分争当然在这时候是解决 那如果真的是有任何一方没有意愿进行调处 或者说是调处没有办法成立的话 我们就会走到后面的评议程序的阶段 就会交给评议委员来进行一个实质的审理 最后做出一个评议决定 提供双方当事人做一个纷争解决的一个参考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那个1万8千多件 里面就是从4万5千多件 在申诉的时候没有处理好的 就进来到评议里面去吗 也有包含了自己到金融业者提出申诉 那并没有透过我们 那总之就是说他在申诉阶段经过了以后 他不满意然后来申请评议的 所以从这种我们把称为叫做续型评议率 来看的话我们的续型评议率的话 目前的话比例已经从101年的 大概是将近有30% 目前已经降到已经大概剩下17% 逐年再递减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案件 经过评议中心成立这么久 运作了以后有点小小的成效 也就是说当民众的消费生意案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业者会在第一个阶段 也就是申诉阶段 吉利的有没有想要把分争把它解决掉 最后拖到进行评议的这种比例的话 也是诸年在下降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到中心来的时候 到目前看起来 解决的比率大概分争 顺利解决比例大概有多高 我们中心确实有统计这样子的一个比率 只是说他这个计算公式的话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 申诉及评议分争解决率 最主要是统计申诉以及评议的分争解决率 分争解决率这个定义 必须在这里先跟观众有没有 或者是跟我们主持人稍微解释一下 所谓分争解决率的话 我们用一个白话文的概念 就是说消费者透过我们中心处理了以后 他能够得到满意的结果 这个满意的结果并不是说 一定要请业者有没有赔钱 倒不是 但是他是满意的 怎么样去计算这样子的一个解决率的话 我们中心用了两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的话就对 就是分母的话 当然就是我们的受理案件 扣掉不受理的 分子的话大概就是调除成立 调除就把它成立掉 撤回案件以及评议成立 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 评议的分争解决率 申诉的话就是申诉案件了以后 消费者跟我们的金融业者 在申诉阶段他们自行在协商了以后 消费者有没有满意了 而且他已经把这案件有没有 已经把它脱除掉了 这两个比例的话我们把它加在一起 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申诉及平易的分争解决率 从中心设立以来一直都维持在六成 在最近这三年的话都维持在六成一六成二 以去年来讲的话是62%的消费者 透过我们中心不管是在申诉阶段 或者是在平易阶段 他能够获得满意的 另外一种的话是比较所谓的职性的一个调查 也就是说我们以透过问卷的方式 问我们的消费者他的满意度 就是在申诉阶段的满意度以及平易阶段的满意度 如果我们以满意度调查来看的话 我们中心申诉阶段的满意度都是维持在九成以上 大概九成二九成三 平易阶段的满意度都维持在八成以上 那这样子的一个比例的话 我们认为说我们当然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 不过我们中心的同仁的话 应该是蛮积极的在处理这些金融消费纷争的案件 那有做业者的满意度吗 有啊 那业者的满意度怎么样 来我们看一下那个 我们是不是请我们教宣处有没有 因为业者的满意度的话 最主要是要分成几块 一块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做教育宣导的时候 我们业者有没有对于我们宣导的成效 他的满意情形 那这个我想针对教宣的业务的话 所以我是不是请我们那个 副组长来回答一下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有关那个金融业者的部分 我们就是提供一个教育宣导的课程或检讨会 那以前我们是 因为我们做这个平易的案件处理 所以当然我们比较大的资源是在于说 平易案件的量 那我们会定期把这个平易案件的量 做类型化之后 做整理之后 请我们像这个陈组长这边 他们具有这个实战的经验的 然后在研讨会上面做一个沟通跟讲授 跟业者之间做一个交谈 那甚至说我们到这几年 我们甚至办的一个基础的这个课程 像比较基础的从业人员 做一个有关这个法令部分 跟可能我们之后会提到的公平代课原则的部分的一些宣导 那我们这部分目前我们对业者服务来讲 每一年我们宣导的这个人数都是逐年的增加 那在有关这个宣导的满度上面都还取得不错的回响 好 那我看你们的对业者的分类 大家说银行 保险 证券是这样吗 对 大部分 证券期货 最主要是以三大类 然后再去做细分 那银行证券 保险 那证券类的话我们最主要分成证券 期货 投信 投雇 那保险的话我们有受险 残险 保金贷 公证人等等 那请问组长 我们这几个种类 分别常常发生的这些评议或申诉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是 其实依照 我所说到有一些资料 我可能跟各位做一些分享 其实以我们处理这几年来的争议案件的类型来看 因为我们定期大概会就来我们这边争议的类型 这些争议案件的类型去做一个分类 但每季会去做一个统计 那以108年度的争议类型来看的话 以银行业来讲 最常发现的三种争议类型 当然不代表说这是银行一定有数字 是说消费者到我们这边来争议的这个类型 第一个比较多的是属于违反金融商品条件 或风险的说明这类的争议 那第二个是属于有关于信用卡 消费卡的这个卡款的这个贷偿 结清的这种争议款项的争议 那第三个争议类型大概就是 受理存放款的开户这方面的争议 那以保险业来说 保险业最常见的第一个类型 是属于业务招揽的部分 那因为保单招揽上其实常会有一些 沟通上的一些不良 或者说真的有一些问题存在 所以确实会有些招揽上的争议 那第二个争议类型 大概就是在理赔金额的认定 因为保险买了之后可能再来就是要理赔 那在理赔的时候 可能消费者他的期待跟业者期待 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他的理赔的金额不一样的时候 就容易产生一些争议 那第三个是有关于产费等级的认定 因为这一块可能会涉及到一些 比较专业的认定 所以双方业者跟消费者之间 也容易产生一些争议的部分 那证件取货业的争议类型 大概就分为 第一个是属于受托买卖 及用市场有价证券的交易 那第二个争议类型 是属于有关于 妥信投雇的退费的争议 那第三个最后就是保证金平仓的争议 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争议类型 以108年我们受理的案件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这些争议类型 好 那这些都是曾经到金融拼义中心 去寻求协助的金融消费者 他们常常发生的争议 那对我们来讲就是地雷 那拆地雷很重要 目的就是让我们平安过关 但是更重要的 不是怎么样避免踩地雷吗 休息一会儿 我来告诉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 我们从事金融消费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交易的当时 没有很用心的话 很有可能我们的一步 就踩到地雷上面去了 那当然很重要的是 我们有个平安中心 它是我们最好的拆弹专家 可以帮助我们在踩到地雷的时候 可以顺利脱离那个险境 可是如果消费者 自己能够稍微多加用心一点 也许我们踩到地雷的机会 就可以减少 我想请假赞助 您的观察是不是这样 消费者有什么提前注意 就可以避免这些事情了 其实确实 以我们所受理的争议案件来看 诚如主持人所讲的 就如果说在消费者 在前端一开始缔约的时候 他有多一点点用心 多一点注意的话 其实是可以避掉 后面很多的一些争议的发生的 那举例来讲 其实以目前国内的金融商品来讲 相当的 种类相当的多 而且其实说实话 金融商品的设计 其实是相当的复杂 那以一般的消费者来讲 其实他可能 对于这些产品的认识了解 他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专业 那确实在沟通上 就容易产生一些正义的问题 那我个人是建议 以我们处理的争议案件来讲 其实消费者如果说 希望能够减低 后面争议的产生的话 其实在一开始订约的时候 我个人有三个建议 就是三多 做个人整理的 就第一个 他应该要去多看 就多充实自己的金融专业知识 这是一个方法 比如坊间其实目前有蛮多 比较专业的一些 金融方面的一些书籍 这些杂志报道 所以他可以去多方的涉略 那另外呢 多问 第二个就多问 他其实在缔约的时候呢 他可以去多问这些业者 业务员 就当时跟他推销的这些 理专这些人 就他不懂了这个产品的内容 只要他有疑问的部分 他就多提出来问 那最后一个当然就多比较 其实同样的产品 他可能在这一家这么跟他说 但到另外一家 其实现在很多坊间产品 是很类似的 另外一家可能有不同的说法 他透过这样子的 比较的方式里面 他可以了解到 产品的不同面向 其实从这个 三多的角度来切入的话 对消费者来讲是 比较有保障的 那当然当然 最重要一点 以我们处理的经验来看 就是消费者在最后 他决定要缔约 要购买这产品的时候 他一定要去签名盖章 所以在签名盖章的时候 他一定要非常审慎的小心 如果说他还是有 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 一定要找当时 跟他推荐的李专业务员 把他问清楚说明白 甚至在缔约的时候 可以请李专业务员 把当时跟他说明的 那个内容 还有他现在要签的 这些契约条文的内容 到底在哪里 请他指出来 这个部分你当时讲的部分 现在是在契约条文的 哪一个地方 那如果说真的 还是有疑忆有问题的话 那请他在签名盖章的时候 我们个人建议是 他必须要很审慎 好 那到过去十年 整个金融市场的演变 也非常多 包括商品服务变化蛮大的 然后消费者的这个意识 我觉得也有 逐渐在进步当中 所以我想请教主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我们评议中心的案件 有没有逐步增加 或者说有没有内容 有没有很明显的改变 好 我想评议中心设立的时候 我必须讲就是说 从过去到现在的话 尤其是最近这三年 平安件 申诉案件跟平安件 确实有大幅的增加 增加的幅度的话 甚至高达三成以上 那当然这最主要可以有几个原因 那第一个原因的话 就是我们中心的知名度 慢慢的打开了 透过了教育宣导 就我们教育宣出的一些宣导 那民众有没有慢慢的去认识到说 台湾针对金融消费纷争 之前好像知道一个叫投资人保护中心以外 还有一个评议中心 所以这个知名度的打开 那第二个的话当然就是有关于我们把各种的申诉管道做一个统合 那我们从第一届开始 第一届就从101年开始 我们中心就努力的跟全台湾各县市的小保官来做一个协调 那如果有金融消费纷争案件的话 那希望小保官有没有可以把它转介给我们 那接着的话在我们在107年开始 我们又透过了跟那个我们金管会 跟这些主管机关的这些沟通 那也希望说把这一些所谓的申诉案件 或者是咨询案件有没有把它转过来 那因此透过了申诉的把它整合了以后 称为单一个申诉系统 那因此的话我们申诉案件的话 从106年大概4400件 到今年的话对不对 以108年来讲的话是8800 增加了一倍 今年的话对不对 我们又看到了应该会突破1万件 就是说我们上半年1到6月的件数的话对不对 已经在6000件了 所以可能会到应该会突破1万件 那今年的话刚刚也比较特殊了 因为今年刚好因为上半年的时候遇到了疫情因素 导致了国际国内的那个经济有没有产生重大的变化 那影响到了这些所谓的这些金融商品的价格 那因此在今年三半年度的时候 我们所受理到的这些件数 确实比去年同期来比的话 是增加了大概有三成以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就类型来讲的话 从早期我必须讲就是说 民意中心刚设立的时候 那因为金保法所能够 我们能够受理的范围有一个限制 另外的话知名度的问题 所以在101年到以目前来讲的话 最主要还是以保险居多 那慢慢的随着知名度打开了 那还有那个因为案件类型的开始复杂化了 那加上今年刚好遇到了我们中心成立以来 第一次股票有比较大幅的波动 我想大概观众都非常清楚 也今年二月的时候还在一万二 那曾经一度跌破九千 那现在刚好又回来了 在股票这种大幅的涨劫的过程里面的话 那消费者有可能第一个他可能卖得太快 或者是他可能在交易上来讲 他就会有比较多的纷争 因此我们今年 今年的话我们针对于那个 这个银证业务的话的那个受理的那个建树 成长量的话就大幅的得的成长 不过整体来讲的话 中心受理的案件的话 目前还是以保险类的商品居多 那银行以及证券 目前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当然我想 苗星副主长在那边做很多教育宣导说 一定会有很多人问问题嘛 对不对 那最常被问到的争议大概是哪些 刚才我们主委讲的 就是我们评议中心受理的这个 争议是以保险居多 那再来就是保险根本人的生劳病史 行车旅游都有关系 所以我们其实在对一般民众的宣导部分 最常被问到也是保险的问题 那举两个可能比较常被问到的 比如说第一个是这个必要性医疗的问题 那可能就是病人说 保护会觉得说明明我就是生病了啊 医生叫我住院啊 那为什么保险公司不陪我 那保险公司觉得说 你这个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那他的问题可能就在于说 我们条款有个疾病的定义嘛 他必须有疾病然后入住医院 然后确实在医院做治疗嘛 那这个部分来讲如果说这个消费者 跟我们提出这样子的问题的话 我们会让他知道说在评议中心这边的认定上面就是 你的医生诊断所有开这样的认定 那业者这边他自己的医疗顾问这样子认定 那可能两者是不同的 所以当然透过我们这个第三方公证的单位来 来做一个 请我们自己也有医疗的专业的顾问群 来做一个认定 那我们是用以相同的情况下 可能相同这个病症这个病程情况之下呢 那相同的专业的背景的医师群 他会做出怎样的判断来做认定 会比较公允一点 那再就是比较常被问到像是 既往症的部分 那民众就觉得说 我明明就没有确诊 我明明就好好的 我为什么公司会说 我这个疾病是投保前就已经有了 那这就涉及到我们当然是保险法127条 有关既往症的部分嘛 就是说你在投保前 已经有这个疾病 或有这个认诚的情况当中 那你在这个投保后 因为这个疾病发生了一些医疗 或是分娩的话就不给付 那这个部分 民众会一直认为说 我就是没有确诊 我可能也不觉得自己怎么样 那来到我们评议中心这边之后 就会做一些认定 那我们会跟民众 做一个教育跟分享是说 我们让他知道就是说 可能在认定上 我们评议中心这边 才跟司法判决这边 一样的见解 就是说我们会看说在 是不是在疾病中的认定上 会采说他在外观 客观上在外观是不是已经有一些真相 然后不能推诿说自己不知道 如果说有这个情况的话 可能业者这边他的主张 会对自己比较有利 那就是反过来就对保护比较不利一点 对 好 那刚刚陈主长在跟我们介绍各个不同的 业别的时候 保险那里排名第一的是招揽争 对 对不对 那比较常常看到的招揽争 大概是什么 其实保险业的招揽争比较常见的 就一开始的时候可能 比较常发生还是在说明上面 就是有些保单条款的内容 其实在招揽的时候 订阅的时候 可能没有跟客户讲得很清楚 那甚至有些是不当劝诱的这种情形 比如说他推荐这个消费者去购买的 根本超过他所能够负担的一个 保单的这种架构 对他推荐东西可能以他的每个月的收入 经常性的收入来讲 根本是没有办法去符合的 那甚至有些事情就是 比较我们讲过比较积极不当的 有些还有发生过 有那种不当劝诱去借贷来买保单 这种情形确实也是有一些 所以比较常见的招揽端 大概就是在说明 还有他一些不当的劝诱这种情形 会比较居多 是 好 那当然我们发生这些争议的时候 对消费者本身来讲 会很需要有人能够介入帮忙 那过去很传统 可能就找你的业务员 或找保险公司 那很多消费者会觉得不放心 你就是提供我商品的 当然你的见解可能对我不利 可是我们也知道 外面有很多的机关 包括法院在内 那当我们遇到这种地雷的时候 为什么要找匹医中心呢 跟找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不同呢 休息一会 我们回来请教我们的专家 中文字幕志愿 李宗盛 欢迎回来 当我们需要有人来协助我们解决争议的时候 我想公平是最重要的 公平 透明 合理 迅速 这个都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好 平行中心是不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我想我想要请教一个问题 平行中心既然帮助我们消费者做这么多事 很敏感的一个话题就是说 我是一个消费者 我寻求贵中心的协助的时候 我要不要付费 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的话也是非常多人问过我的 包含我们的立法委员或者是我们的消费者 还有业者 针对这个议题都有不同的解读 那依据金包法目前的规定 我们是采一个所谓的受益人付费制度 就是在我们的评议过程里面 到底谁是最终的受益人 那我们就希望说由这个人来付费 那我们目前的话一到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有没有 我们就定出我们金包法的相关规定 我们目前是由金融业者来付费 那为什么有金融业者来付费 因为金融业者跟消费者之间 当他发生分争的时候 必须要有一个公正的第三人来协助处理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中心的运作 那是我们的评议中心 目前是透过评议中心的运作 我们能够让分争能够像主持人所讲的 能够迅速有效快速的非常公平的 然后把这个分争有没有把它评议出来 让整个金融消费分争的事件 能够快速的落幕 让消费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增加 当消费者的信心增加了以后 他就会愿意再投入到这个市场 他就会购买更多的金融商品 因此把分争解决 然后达到了双方有没有 都能够认知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了以后 事实上对整个市场的发展是有利的 最后的利益有没有 就会归到我们的金融业者 所以我们让我们目前的整个付费机制有没有 是这样子设计出来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机制的话 除了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 当他面临纷争的时候 他愿意出面有没有 来去争取他的利益 那也避免有没有 我们的业者透过了繁复的诉讼的程序有没有 或者是这些诉讼的门槛 导致我们的消费者 有可能就是说有苦难掩 这样子一个窘境 大概是这样子 如果从人性的角度看 谁付费其实蛮重要的 比方说我如果是消费者 我不用付费当然很好 可是我可能会想你们中间的钱就是业者给的 你这样会对我公平吗 对不对 通常人家会认为说 粗钱的你一定是听那个粗钱的人 可能会觉得不放心 那从业者的角度来讲 可能会觉得那消费者不用付钱 消费者会不会滥用这个资源 他反正不用负什么责任 他反正就来申诉我 大事小事都来申诉 然后就害我被进入到调处 评议 那主委要不要借这个机会 让我们双方了解一下这种关系 非常感谢我们主持人 给我们这样子的宝贵的机会 刚才有关于收费机制的一个立法的话 是以受益人付费原则 这样子一个原则的话 当然很多人就会讲讲说 很多消费者他也会讲 他说如果我们都向业者收钱 我们会不会吃人嘴碗 然后都对业者做出 比较偏向业者的这样子一个决策 我想这一点的话 消费者应该是可以放心 我们的评议决定是由我们的评议委员 我们有个评议委员会 目前是有19位的学者专家 各界的这些所谓的贤打 所组成的评议委员会 来做出评议决定 这样子的一个公正性 绝对比个人决定 或者是比少数的所谓的三个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审议机制有没有 会来得更公平 所以消费者事实上是 完全不用去考虑到说 好像说我们评议中心是因为跟业者收费 那导致我们的评议决定有没有 会偏向于业者 针对业者来讲的话 他也不用去担心说消费者是不是说 因为我们都向业者收费 很多的业者就会跟我抱怨 就像我们的主持人所讲的 消费者会不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收费制度 然后导致说去乱用 或者是滥用我们的评议资源 针对这一点的话 我们是让我们的董事长 也做了相当多的改革 我们针对于收费的合理化 合理化的话我们做了非常多事 大概这里大概稍微跟各位做个说明 我们为了希望说让整个收费的合理化 我们大概做了几件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改变了 我们整个收费的一个机制 我们是希望说让业者的负担能够去下降 所以我们在107年的时候 当年通过的话是在9月的时候 10月9月16日的时候通过了我们收费办法 我们把我们中心每年的结语 结语的话就把它转 把它回馈给我们的金融业者 也就是说我们就把它转成下一年度的收入 就可以减收我们的平易费用 这是第一个 就是让整个收费把它合理化 第二个的话就是寄件要合理化 那寄件的规则的话 我想是一个非常 大家有非常地争执 一件多少钱 两件多少钱 那可是怎么寄 那因此的话针对于寄件这个对件规则 我们持续的 我们从101年一直在改 一直在改 那改到今天的话就对 大概已经改到一个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一样子的一个寄件规则 那这样子的规则的话 大概就是一个字而已 就是希望说让它公平 我们不希望有人滥用这个制度 那让整个收费的一个寄件 让它把它合理 透过了刚才讲的收费的改变 收费的机制的改变 以及寄件的合理化 那业者应当是在这三年的话就对 他会感受到我们收费的金额 应该是有一个有感的感觉 我们应该可以讲从106年到去年 甚至到了今年 我们的对于业者的收费 每一件的金额 应该可以下降的幅度 有没有 应该可以达到三分之一以上 这个金额应该是蛮有感的以上 你刚刚说的寄件的规则的意思是 被寄件越多的业者要缴的钱就越多 是这意思吗 好 那所以以我们目前的 用保险业为例好了 以保险业来讲 最少的业者要缴多少钱 那您还记得最近 缴过最多钱的业者缴多少钱 好 我大概印象里面 因为我们整个保险业里面的话 大小规模差距非常的大 我们中心的收费分成两大块 一块的话就是年费 另外一块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寄件的服务费 那年费的部分的话是占 我们中心的支出的5% 那服务费的话是占3% 那年费的话是依照金融业者规模大小 来去收费的 那最大的话就是以他的营业额最大的 跟最小的 那最小的话 我们目前的最小的计费单位的话 是500块新台币 是 所以我们金融业者缴最少的就是 如果他没有任何的平易案件 那他每一年的话他必须缴500块的 这所谓的我们的中心的这些费用 就缴500块 所以500块是最小单位 那最多的话就是依照他的营业额 那营业额越大的话 并不代表他的分身件数越多了 不过他因为他的占比也蛮高的 占了我们中心的支出的5% 所以有关于营业额最大的 那这些业者我想 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这些业者 那这些业者倒并不代表他的 我讲过他的件数 他总费用的话就对 我想因为这个涉及到中心的一些作业了 那大概费用差距来讲的话是蛮高 就是最低跟最高的话是差距是有点多 那年费的话是按照营业额 那服务费的话是按照寄件 那寄件的话就是以他的件数 所以这个寄件的话就会影响到了 例如说刚才主持人有讲 讲说这个寄件会影响到什么 例如说我们一个事件好了 一个事件进来了以后 他可能会有非常多的请求的标的 那或者是说我们一个旅行团出去玩的时候 那同一个事件有没有 那一个旅行团搞不好有三四五个人 他可能就是因为同班级的引误 因为班级引误 结果同个旅行团有没有来申请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寄件 我们是要以一个旅行团来寄一件 算一还三四五 对 还是以说里面有三四五个成员算一件 那因此就必须要把这个寄件 把它合理化 让同一原因事实的案件 我们尽量把它归为一件 那这样子的话我想对于那个业者的负担的话 也会大幅的缩小 那如果业者完全没错 这样要不要也寄件 这个是评议案件的话 我们是只要进来了以后 我们扣除不受理以外 我们全部都寄件 但是我们在收费上来讲是有分不同的属性 我们有分成平易属性跟其他属性 那案件进来了以后 经过我们中心的努力 可能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和解 就是我们的调除 他可能就调除就成立了 那有可能经过我们中心的努力了以后 我们的消费者把这个案件有没有把它撤回去了 那一直到最后的话 对我们中心才会做成所谓的平易决定 那做成平易决定可能的情况会 最主要的分类有两大类 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平易有理由 另外一个的话平易无理由 那平易有理由跟平易无理由的收费的话 对我们又把它分级 是这样的 所以有一套比较蛮 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运作以后 有一套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寄件规则 还有收费规则 好 光是收费就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去想怎么做才是公平合理的 我想公平合理性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接下来这么麻烦的作业 对消费者来讲 速度能不能符合消费者的期待 还有判决的结果 平易的结果 有什么法律上的效率吗 休息一会儿 再回来 多明多奇妙 每一刻都珍贵 把握每个梦想 愿着去追 欢迎回来 如果我们有金融消费的纠纷 当然透过平易中心 按我们刚刚主委的解释 可能消费者或者业者 都应该已经了解这套机制 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争议的时候 真的很怕拖很久的时间 而一直没有办法不要说得到满意答复 就是光是等候一个通知或结果 就要经过很久的时间 那我不知道如果消费者到贵中心来 不管是申诉或者平易 他们在多久的时间可以得到答案 我大概先跟我们的观众有没有 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整个处理流程 还有我们的时效 另外的话我们平易制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一定的局数力 那这个局数力的话 再请我们荣耿部长来补充 那我们目前的话 整个消费纷争发生了以后 金融消费纷争发生了以后 我们的消费者 他当然有非常多的管道可以去找 在我们中心设立之前 那一样 现在也一样 我们的消费者他可以去法院 直接就提起诉讼 那打诉讼的话 他的时间的话 一审的话 可能需要的话大概要一年 他甚至到两年 比较复杂的可能要打到三年 金额比较高的话 可能要打到三审 所以整个时间有没有 可能要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都有可能 那打完了以后 这个成本 必须要有败诉的人去负担 我想民众也都非常的清楚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找仲财 那仲财的话的速度 会当然会快很多 双方合一了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找仲财人 然后来进行仲财 仲财的时间的话 大概是六个月委员者 那必要的话可以延长三个月 所以大概在九个月 整个仲财的话 的决定判断也就会下来了 那这样子的话 它的好处的话就是比较快 比法院快很多 那它的有一些缺点的话 就是双方必须要 针对于它的仲财人 必须要一样 由败诉的人 去做一个付费的行为 那到我们中心的话 对不对 它的好处 然后我们中心的话 就是说刚才我介绍过了 我们是采所谓的 受益人付费原则 也就是让我们的金融业者 必须要付最后的 这个纷争处理的成本 那这样子一个机制的话 消费者来我们这里 基本上它的那个金钱成本 就是金钱成本 它就可以压到最低了 它不用付任何的这些处理费用 第二个的话就是依照金融法规定 我们中心的话 在协助处理申诉的一个 申诉阶段的话是30天 30天了以后有没有 就进到评议 评议了以后 我们中心的话是从受理日开始 我们目前的法规的话 是要求我们在受理日 从受理日开始起算 三个月内我们必须做成评议 那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两个月 所以就是三加二 最多最多就是五个月 那我们中心目前的话 三个月内的那个 评议的那个完成率的话 是高达92% 所以大部分案件我们的三个月 都已经把它做完 九成以上都可以把它做完了 那做完了以后有没有 当然了 在刚才已经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有跟我们的主持人 跟我们的观众有说明过了 我们的托储率高达62% 那我们做完了以后 做成评议决定了以后 那这个评议决定一旦成立了以后 那当然就可以产生一定的拘束力 那是不是请我们同学们 来介绍一下这个拘束力 其实从如刚主委所提到的 就整个评议的这个程序 对消负者来讲 其实是相当的方便有利的 一开始我们也提到过说 其实评议中心这边的 是由委员会 19个评议委员所组成的 那这些案件也都是 禁由委员会合议来做成决定 所以其实是相当的公正的 这是没问题的 那另外一个当然 前面有提到收费的部分 对消费者来讲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对消费者来讲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一个 争议处理的一个程序 那再来专业的部分当然没问题 因为我们其实有 就是专业的评议委员 跟学者专家这边所组成 所以一定是没问题 那另外迅速刚主委这边也提到 就是我们原则上一个案件 大概三个月到五个月之间 争议就会解决了 那最后最后其实 刚有提到一个一定额度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效力的部分 其实我们做成了评议决定 它是一个类似和解建议的性质 但是为什么它可以发挥 真正的一个纷争解决的效力 其实就在一定额度这边 只要是依照金保法的规定 只要是业者 他有事先出去同意书 或者说他是在商品 或服务的契约里面 有载明说他愿意试用金保法的争议处理程序 来做这个争议的处理的话 那只要在评议委员会所做出来的评议决定 在这一定额度以下的话 对业者是具有拘束力的 所以这时候只要消费者 他愿意接受这个评议决定的结果 那这时候对双方来讲 评议就成立了 那评议成立之后 消费者就可以 原则上业者是应该 依照评议成的内容完全去履行 那如果万一真的业者 不依照评议成的内容去履行的话 对消费者还有一个保障 就是他可以把这个评议成立的 这个评议书申请送法院合可 那法院合可之后 他也确定判决同意效率 是具有执行力的 所以这方面来讲 对消费者来讲是非常具有保障的 那目前国内的这个一定额度 依照主管机关的公告 我们是定在 简单的区分 大概是定在100万跟10万 就是投资型的大概是分成100万 那非投资的 大概是居数率是在10万块这样子 就在这个金额以下 业者都要接受 但消费者不一定要接受 对 没错 那我们看到104年的时候 今晚会公布了一个 发布了一个公平代课原则 洛洛等有9条 然后108年又公布一个审核机制 对不对 我看了一下那个原则也好 或者那个机制 其实都是很多都是贵中心 本来就是在做的事情 对不对 那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有关于公平代课原则 它的元起的话是来自于 大概是在2011年的时候 OECD他在开会的时候 有公布了一个 就是要妥善的去处理这些金融纷争 那因此所定定下来的 那他们认为金融商品 它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金融消费者他没有办法在投保的时候 或者在购买的时候 一时之间有没有 可能很难的去了解到这个商品的适合度 所以他要求业者 最好是从业者端 他从商品的设计 从设计就开始 设计招揽到最后的理赔 整个的我们都以所谓的商品的生命周期来看 他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要兼顾到对消费者最好的这样子一个考量点 因此的话就定出来 当时OECD就定出来这个所谓的公平代课原则 那这个原则到了104年的时候 我们主管机关就公布了这种公平代课原则的一些准则 然后给我们的业者做参考 那当时的这个准则就有所谓的九大点 那这九个点的话 基本上来讲是跟我们金巴法是非常密切相关 那大概除了有一点 就是那个消费 那个业务员的那个专业度 它是公布在各业法 规定在各业法 那其他的话大概是从我们的金巴法 从第五条第六条一直开始 那包含了所谓的诚信原则 包含了所谓的广告的真实性 包含了KYC KYP 包含了复杂性商品的怎么样去销售 包含了整个那个招揽的佣金 必须要符合一定的比例等等 那这样子所规定下来 那在那个前主委就是前那个雇主委 前雇主委的时候 他当时就凯朗到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原则 事实上对于整个金融消费环境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因此他在108年的时候 就是在100去年的时候 我们就第一次的有所谓的公平代课原则的评分机制 这套评分机制就把原来的9个 再多加了一个 我们称为叫做董事会的重视跟落实程度 把它凑成就是10个 就写成一个10个的原则的一个评分机制 在去年的时候有没有 就公布了第一次的那个 就是业者的那些遵守这样子原则的一个名单 那今年的话就是在上个礼拜 上礼拜的时候也公布了我们108年度 也就是109年我们把它平和起来的第二波的名单 那这些名单的公布的话 我想对于业者在落实他公平代课原则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以及这样子的一个宗旨上来讲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好 那当然我们整个人口结构会跟我们的金融消费 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互动 那我们看得到的当然就是高龄化 当我们民众开始高龄化的时候 可能会面对的金融商品或者金融消费的纷争也会不一样 我们不晓得我们拼义中心是不是也做出了 应接这个高龄化的社会的一些应变 休息会再回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每一刻都珍贵 把我每个梦想 认真去追 欢迎回来跟我们一起关心 拼义中心为我们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做了哪些事情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高龄化 我不晓得贵中心的统计 对申诉或争议的拼义的统计 有没有按照年龄别分 看得出来哪一个年龄层是比较多人来请求协助的吗 好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各位观众也好 或者是主持人当然 我们都可以到我们中心有一个网页 我们称为叫做数位仪表板 在这个网页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在那边搜寻到非常多的资料 其中的话就是有关于这些年龄分布的情况 它包含地区 性别等等 我们中心的话从101年统计到108年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中心最主要来提出申诉跟评议的 这些申请人的年龄层的话 大概就是以中高龄为主 就是大概40岁到60岁 这个阶层有没有 是最多的 是 那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问题的特色吗 大概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中高龄 为什么会中高龄 大概我们有分析过一些原因 基本上 比较有钱吗 因为你要去购买金融商品的话 通常还是需要有一点的储蓄 尤其是在投资或者是做退休规划 那这一类的话大概一般的年轻人的话 是比较能够难涉及的 那中高龄的话因为他过往的工作 所累积的财富慢慢的增加了 那因此的话他就开始做进行财务规划 那在财富规划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话 就比较容易发生我们讲过这些金融消费纷争 那因此我们中心针对于这个高龄者 就我们把称为叫做热龄 针对这种中高龄的这些 这些我们的消费者的话 我们有规划了一个叫做热龄宣导的 一系列的一个教育宣导 我们预计的话在今年推出 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我们请我们教育宣处的那个 廟金副主席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就像我们刚才主委说的 就是我们在平衣中心这边 受理的案件 目前看来的统计是中高龄的算居多了 那再也就是说我们台湾已经进入高龄的社会了 所以我们的主管机关这边也非常的重视 就是热龄的宣导 那我们在去年的部分 有跟主管机关这边 我们有跟中边的一个叫做热龄生活 好聪明的一个教材 那从今年开始我们就开始走了 那因为上半年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变成说可能我们在推广 但是可能出路比较慢一点 那下半年现在疫情已经趋缓了 那所以我们就是有尝试说 跟一些公部门做一些接洽跟合作 那我们当然考虑到就是说 热龄者可能他的生活圈 生活习惯的关系 可能都在家里附近 所以我们可能想到的是说 比如说是热龄学习中心 热龄大学或社区据点这个部分 那我们去研究过 这三个单位里面会去参与的人 他可能一般大家都55岁以上 然后身心状况是良好的 那他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些宣导 让他去预防一些可能金融消费争议 或是我们目前主要主力在宣导的 就是房金融剥削的发生 并说对他们做宣导 那我们今年下半年开始 已经开始试行走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因为这个热龄大学有100多所 那那个社区据点有4000多个 那那个热龄学习中心有370多所 所以我们平行中心人力 可能没有办法一次就到位 那我们快以渐进的方式 把这个宣导资源慢慢铺出去 那目前我们是以新北跟台北这边先走 那大概这半个月的回响还蛮大的 那蛮多一些热龄的中心或一些据点 觉得说这是很好的东西 然后跟我们申请蛮踊跃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有需要的人 如果说刚好这个机会做个宣导 那也可以跟我们这边做联系 假设有需要宣导的话 可以找我们这边去做宣导 是 好那庙奥金讲的是预防嘛 就是让这些高龄的朋友可以先预防 需要到贵中心来请求协助的可能性 可是如果一旦来了我想请问陈处长 贵中心我们特别针对这些比较高龄的朋友 提供一些比较暖心一点的服务有没有 其实中心这边针对热龄的部分 除了在宣导以外 在争议的处理上 其实我们提供了一些友善 这些比较高龄的消费者 来申请争议的时候的一些处理 我们从几个面向来讲 第一个其实我们在咨询方面的时候 我们在106年3月的时候 就正式成立了一个消费者服务组 就目前的服务组 来协助这些热龄的朋友 就是热龄的消费者 他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他可以提供一个咨询的回应和一个服务 那另外在申诉的处理上面 其实我们也有专者的同仁 来协助这些高龄的这些消费者 就他提出的申诉的内容 进行一个追踪follow 就是他除了移交申诉的处理之后 后续也会去协助他 就这申诉该怎么去后续处理追踪 那在评议的部分 我们有一个专者的人员会来协助 就在这评议的过程中 如果说有需要调除 或者说评议三年 我们会判断的保证 词断的采议三年 在这评议三年 帮助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